来看看新闻网 自2011年姚元昊隋唐第三次分手后 王心灵就一直被传是介入两人感情的第三者 因此姚元昊与王心灵一直低调处理关系 此次爆出的牵手照算是两人首度明朗恋情 之所以最近放松了对媒体的警惕 恐怕与前段时间台湾地区媒体替王心灵证明不无关系 原来前段时间台湾地区的《一周刊》爆料 与隋唐多次合作的男演员又盛 才是介入浩唐恋的真正第三者 这让一直被抛红为插足的王心灵松了一口气 也终于能大大方方地与姚元昊实质紧扣出行 王心灵和姚元昊的这段恋情至今才得以见光 源于姚元昊与前女友隋唐相恋八年 因为在两人相恋的八年内虽然极度分分合合 但外界甚至他们自己都认为两人最终会走向婚姻 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 这个是生命中每个人生命中应该都不可或缺的一环 直到去年5月4号 隋唐公开在记者面前承认 自己已和姚元昊分手 另外结衣片哗然 我觉得我在爱情面前跟所有女生都一样 你们会有的感觉我也会有 可能我要给的可能八年来可能也不是对方要的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我自己一直以为不会有这样子一天 但是我现在的状况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跟大家说 所以很谢谢你们的关心 强忍着泪意的隋唐看起来相当伤心 她的一句话更是将王欣凌抛到风口狼间 我不知道也不敢期望什么 只是不管是谁都帮我好好照顾她吧 其实在隋唐与姚元昊未分手前 王欣凌就多次被传借入二人 此刻恋情告破 王欣凌也只能被迫对昊入座 召开记者会进行澄清 声泪居下地表示 自己从未介入隋唐和姚元昊的感情 最近我真的受到很大的压力 在感情中我也曾经被第三者狠狠地伤害过 所以我绝对不容许自己成为别人感情中的第三者 我从来没有想过 会在新闻媒体上 看到自己背负着第三者的罪名 王欣凌也在记者会上承认 自己确实和姚元昊短暂交往过 不过那是在姚元昊单身的时期 直到今年二月初 男生告诉我 他们又分手了 但是在之前姚元昊经纪公司表示 与隋唐分手早在女方公布的一个月之前 Jack推算出两人分手是在三月中旬 这与王欣凌口中的时间差距有一个月 姚元昊劈腿一说 甚嚣成上 直到去年年底 姚元昊仍一口咬定 与王欣凌并无联络 另一当事人王欣凌也闭口不谈感情 其实最近没有空管感情 王欣凌在圣诞前夕为演唱会宣传时 还是坚持这一说法 但其实主要还是要做演唱会的彩排 对 所以还是在 也没有 却立即被周刊爆出的照片戳破是谎言 照片中姚元昊将座驾直接开进王欣凌住处 之后更是被拍到在阳台上举止亲密 姚元昊从背后环抱着王欣凌 恋情就此被咬食 事实上这次被拍到 两人一开始仍矢口否认 直到杂志发刊 姚元昊才终于承认恋情 她有跟我叹诚了 然后就是12月初 在朋友的聚会中 然后她又跟她又再次碰面 而王欣凌的经纪人张家荣 似乎却被蒙在鼓里 之后2013年1月4号 王欣凌顶着压力开歌唱 用歌曲表达自己的心 安可时更是勇敢向姚元昊告白 希望获得歌迷接受 我不知道 为了一段爱情 我究竟会不会失去一切 但是我知道 不管好与坏 我自己都要勇敢地承担 就不要乱放手了 要牵手就不要乱放手 而姚元昊也毫不避嫌地 署名送上花篮 只是不过三年前七夕 姚元昊送给隋唐 同样香水百合的画面 还滤滤在目 我的心真的好像被那个美工刀 再一笔一笔地再继续地割 女主角已经换人 姚元昊讨女友欢心的手段 却没升级 不仅一度被指 带隋唐和王欣凌 去同样场所玩冲浪 连凤上的爱心甜点 都是如出一辙 甚至连盘子都是同一个 我最爱做甜点 因为我觉得甜点 让人家吃起来觉得甜甜的 我觉得我自己最强的 应该就是比方说 像是巧克力包 对嘛 就之前那个盘子 只是已经成为剑靶的王欣凌 为何即使冒着形象受损 事业下滑的危险 也认定姚元昊 王欣凌的一期剖白 也许说明了原因所在 大家也知道我前阵子生病 生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其实那阵子呢 她每天都有 姐姐朋友 送去她 但后来我有跟她说 我就是前面呢 都觉得她不要 不要再送 但是我讲真的 在那个时候 其实女生会有意义 其实我没有 外形甜美的王欣凌 情路却一直不太顺遂 经历了前男友范直伟 在媒体前大爆交往 隐私的出卖之后 姚元昊凭借温柔体贴 最后走进了王欣凌的心房 她就是跟我说 她会 她会把握 就是我以前 是不是一直会告诉 你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然后在那里刻 你都觉得是 疯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